没想过成为阿飘居然这么悠闲 这部两个阿飘正在散步 却忽然对蝴蝶升起兴趣 军官说曾经在东方有个人 他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飞来飞去 但是他却忘记了自己是个人类 突然有一天他醒了过来 但是他却不知道是蝴蝶梦到了自己 还是自己梦到了蝴蝶 说话间蝴蝶飞走了 军官却说 真的很羡慕这些蝴蝶能自由地飞翔 不像我们被困在古宅里根本出不去 可是紧接着 军官问黑妹我们今天该做什么了 没想到黑妹忽然说 自己想蹦跳 就像这样 于是他们开心地蹦了起来 就连房主翠花的呼唤都不理会了 而后他们躺在草地上唱歌 他们如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悠闲地享受着 可是下一刻 嘎掉的时间太久 久到他们自己都忘记自己是阿飘了 可是军官却又有了感慨 他说蚂蚁的力量是很大的 这就像一个士兵一样 接着他判断 地上的蚂蚁可能正在发动异常入侵 黑妹见军官完的入神就独自离开了 而军官却走到了门口 他看着外面的人们露出了微笑 此刻哪怕是人类 可能都没有这个阿飘热爱生活热爱一切 接着军官走到了围栏边 可是下一刻 军官愣住了 这不对啊 原始人不停地嚷嚷 我早都说了 你们就是不信 可是诗人却说你的话根本没法信 难道你忘了吗 我要去逃避你 你个人是在那里 两个人是在那里 两个人是在那里 他们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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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死人是在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